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率真的很低耶 真的很低 哇 真的超难的一个比赛 不过我后来在网络上就看到 就说这个Color Run一直报名报不进去 这个电脑前面要做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就为了要报名这件事情 所以我又听到有另外一个比赛就因应而生了 对不对 对啊 就像我们农作物和饲养那些牛啊鸡啊 就是外国和台湾吃的不一样 所以Color Run他们是用玉米粉 所以我们台湾就要用太白粉 所以就因应了一个太白粉路跑出来 请问一下台湾什么动物是吃太白粉 国外是马铃薯我们要吃番薯啊 哦 对对对 地瓜 可是太白粉也不是地瓜粉啊 好 反正就是一个太白粉的比赛啊 这个比赛我觉得很满有意思的 它缘起的发想是什么样子呢 它这个其实有点真的是针对这个Color Run来 那就是因为Color Run大都报不到 然后在电脑前面就非常纷纷不平这样子 所以这个主办人他就觉得说 我们要来一个晋级 要发起一个太白粉的路跑 对 让大家都能够观念什么彩色 我们就是什么颜色都没有 我们就是要跑步这样 我觉得这个人也蛮有意思 结果他一这样子po在网路上面 结果听说响应的人非常多啊 对 还蛮热烈的 而且他蛮有特色的是他有出一系列彩色T恤 对 那当天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太白粉 喷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他完全真的跟Color Run就是完全是颠倒的 因为Color Run是穿白色T恤 然后撒彩色的粉 然后他就穿彩色的T恤 我们撒白色的粉 对啊 对啊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这是MIT的 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比赛 对啊 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后来就真的因为有很多人响应觉得 哇 这比赛觉得很酷啊 然后觉得还不错 所以原本他只是嗡嗡看大家的意见而已 结果后来真的就办成了这个比赛 对 是 而且甚至还有到招募志工的规模 可见这比赛好像感觉也搞得蛮大的 而且他选在地点是在台北的马场丁公园这样子 对 那其实对市民来讲交通也都还蛮方便 所以倒是还蛮期待这场比赛会 呃 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盛况这样子 是 哎 这很特别哦 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是办比赛越来越有特色 每个地区哦 按照自己的优势 然后按照自己的属性 地域的不同 风情的不同 慢慢其实衍生出来有很多很特殊的比赛 我觉得这比赛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哦 对 像前两周我们有提到超人路跑 对 那他很特别的是选在国庆日 那你要当超人 对 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报名之后的隔天 就全部都爆满了 是 对 那这场比赛它的特色就代表说 你报名不是拿传统的T恤 对 是穿超人装 对对对 那包括像今天开始报名的动物园路跑 那这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刚开始对这个比赛有印象说 还没有那么热门 甚至要报名要报满都有点问题 这近两年来跑着也更善于包装自己 所以很多人就带各种动物的头套啊 服装甚至直接穿布偶去跑的都有 是 我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 很有意思 然后当天我搭上捷运的车厢 刚刚好就有几只动物跟我们一起 有天鹅有青蛙 另外还有一只不知道是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 它们一进来之后 原本大家睡眼心松嘛 一进来之后大家全部都醒了 我们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大家开始跟他合照 就是很有很有意思 对啊 这个比赛还是还蛮有趣 而且还蛮适合心直一起同乐的比赛 是 而且他很鼓励大家用变装的方式 打扮成动物的方式 一起来参与这个动物园的路跑 对 那不过就是这比赛不管再好呢 他在今天早上 开放报名之后也是30秒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只能明年请早 30分钟啦 30分钟不好意思 对 好像还不止这个比赛这么早结束 其实还有很多比赛都是很早就结束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在反映说 那每一次比赛不是大家都那么有空 在电脑前面疯狂按F5这样 对 对 所以说陆续有一些声音反映说 是不是有些比赛可以用公开抽签的一个方式 对 那比方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 每一年其实一直都非常受到关注的泰鲁阁马拉松 他今年就首度改为抽签的方式这样 那这个也在前两天也正式开放登记了 所以泰鲁阁如果你想去的朋友可能要赶快喔 对 他是要去填写抽签的这样子 那其实有一些比赛他的特色在说 他赛道的不一样 对 比方说像9月15号有一个在瑞芳那边 喉童铁道怀骨的一个马拉松这样子 对 那这个其实还蛮特别的 一般我们去那边可能都开车 然后到那边就在铁道附近这样走一走散步一下 对 但是这个赛事就可以让你 藉由跑步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古道的风情 哦 缅怀一下古人那时候为了生活在达兵所走出来的这个古道 对啊 而且他因为结合当地一些特色小吃 比方在中典他就有准备龙凤腿啊 两香好 卤肉饭 仙草 九份纹仪等等的 哦 反正就当地的一些特产 对对对 让跑者觉得 我来这边一方面可以欣赏风景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品尝到美食的 对 我同时每次听到我们这讲吃的他就说 我就是很爱吃 所以就一直要问你吃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是我爱吃 是因为主办单位很热情 他就准备这么多东西 让你想用啊 对 而且这个在国外的比赛来讲是真的是 可能国外的参加比赛跑是觉得匪夷所思的 对 因为像这礼拜其实在运动笔记有写一篇 关于黄金海马拉松的一个赛事的报道 可以看到他们全程比赛是完全没有任何吃的东西 比赛完只有香蕉和柳橙 对 这样子 真的 我们的比赛如果只有香蕉跟柳橙的话 回去那个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办得不够好 因为他不够热情 对 那像比方猴中提到的比赛 他就各种小吃都有这样子 好 我想要真的有一些很特殊的比赛 陆陆续续的台湾会出现不同的比赛的一些形式啦 这个礼拜有哪一些比赛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首先在8月18号 大家河滨公园举办了一个Color Me Red 风采杯台北厂 这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抽签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是另外一个主办单位班的一个比赛 OK 好 单差也是一个秒杀的比赛啦 对啊 它也是属于色彩系列的 那另外在8月18号礼拜日 同样的在台中的清水自由车场 那由大脚鸭举办的体能两项 那就是骑脚踏车和跑步这样子 对 它是交错对不对 对 它是先跑再骑再跑 就是很特别啊 先跑再骑然后再跑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一项其实每年也都还蛮受到欢迎的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些比赛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那Daniel还有要补充的吗 可能就像太五个比赛就是如果像今年真的有想要报名的朋友的话 要记得去填写抽签这样子 好 我们真的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多运动 跑步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那其实像今天是情人节我在节目之前也有和机前有聊到 但现在其实运动这方面不光只是男生的一个权利 对 那包括今年也有陆续举办了 包括像上礼拜所举行的这个Mizuno女生路跑赛 甚至更早之前的Nike的Amazing Gateway路跑赛这样子 对 那其实都陆续有一些专属为女性所举办的赛事 就是这个女生运动的风气也是陆续有起来这样子 最好能够情侣啊 夫妻啊 大家一起来跑步 彼此之间有多一些交流 而且跑步的时候可以聊天耶 很多事情你在跑步的时候 就真的是可以很好沟通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啊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Daniel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